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刚洗完澡的吐槽 那今天我们这期手语教程啊 我们照例称一下乐点 要称一下彭于晏的乐点 对 所以我们看一下片段 进片段 谢谢后期吐槽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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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我今天特意推出了 23个社交类手语 教你们无障碍沟通 哇我这段词真的是说的有毛病 所以我们开始教学吧 那首先第一个手语是非常性感 而且非常有必要学习的一个手语 就是我爱你 那首先先指向自己 很温柔的指向自己 然后伸出你的大拇指 点赞然后抚摸它 你 那抚摸几下呢就看你有多爱了 没有没有就随便抚摸几下就可以了 我爱你 那下一个呢也是 出现频率非常高的社交类手语就是 什么 什么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反正这个就是什么 或者什么意思都可以 用这个来形容 什么 就十字摇摆 什么 那接下来是四大类 就是询问对方的必经四大类 名字,弟子,年龄,工作 首先 名字 名字 竖起你的三根手指 这样子 这样子 蹭它 随便 左右手蹭都可以 蹭它 你 名字 什么 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 什么 你们要学会这个自由这个搭配啊 什么名字 什么 就基本要后面跟上一个这个 然后地子呢 可能有两种比较常见的笔法 第一种是这样子 地子只要一根手指这样子滑 或者说 这个 你 你 你家 是 是哪里 这也可以带子是哪里 或者说 你 地子是哪里 后面都要跟这个 我们可以就是 用这两种方法来 询问对方的家在哪里 就非常的nice 性感 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说这句话 那 第三个就是年龄 年龄就是 切自己的胳膊 一二三 你的年龄 你的年龄 一二三 虽然说你们可能没有我这么白嫩的这个胳膊 那 第四个呢 就是你的工作 是什么 你的工作 这是工作 就是 两个拳头 撞起来 然后上下碰撞 啪啪 工作 是什么 这就是四个 我再来重复一遍 名字 弟子 弟子 年龄 工作 这就是四大类 那接下来呢 就是一些礼貌性的用词 比如说 帮忙 就是这个 巴掌啊 拍这个拳头 就是石头剪脑布 你输了 要不要我帮忙 嗯 帮忙 那第二个就是 成长 成长就 这个很简单吧 然后 谢谢 谢谢就是 称赞 然后 你这个 往下按 这个就是 谢谢 然后 祝贺 这些你们应该都会知道吧 反正这个就是祝贺 接下来呢 就是 对不起 但是呢 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用这个 好不好 对不起 就是敬礼 然后 用这个坏的意思 就是说自己的心是坏的 对不起 对不起哦 那接下来呢 就是 比较常见的社交类的手语了 第一个是 招呼 快来呀公子 没有没有 来来来 这个就是 是跟我们正常人是一样的 来来来 然后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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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期节目 拜拜 没有了 然后 知道跟不知道 知道是 我 我知道 那 单 单一这个就是知道 就是戳进了脑袋 就是 然后 接下来呢 就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 不知道 我 就是 就是 呃 两只手头戳一下 我不知道 就 十字跟中字 千万不要把这个弯下去了 那可能 就不太好 就 微弯 我不知道 我 不知道 就 有点一弯的那种意思 我不知道 那接下来是 保留跟更换 反正都是这个 反义词 保留是 就是拍自己的手 拍哪只手都可以 拍手 然后 更换是 这样子 就是 两个词子 错过 更换 我要 更换你 更换 更换 然后呢 接下来还是反应词 迂许跟拒绝 迂许就是 可以 可以 跟招呼有点像 但是招呼是 手伸出去 招呼 然后说白 可以 可以 我觉得 你可以 然后 拒绝 伸出手 就是 掌心向外 严肃 表情要严肃 拒绝 那允许的时候 可以面带微笑 告诉 就是 手指成 放射装 告诉 我 告诉 你 那 打听就是 是不是很简单 很好玩 就是 反正我告诉你了 你这个手指头就到我耳朵这边了 这就是打听 打听 那接下来 就是 辛苦了 就捶自己的肩膀下面的部分 你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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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辛苦 接下来 本期 最后一个手语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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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手 粘紧 然后 往下放 完成了 完成了 所以呢 这期 我终于完成了 那小朋友们 拜拜 拜拜 我妈 终于玩耍了一天之后 累了 欸 哈哈哈哈